大家好 现在华大圣路姿的校园里 昨天学校的求职办公室 请我来给学生做了一个 关于国际学生如何找工作的讲座 我想讲一个体会 首先这次讲座来的人 主要是硕士的学生 硕一为主 所以我也很高兴 他们从硕一开始 就跟学校的求职办公室取得联系 就开始了来想求职的事情 也有几个本科的学生 最小的学生是Freshman 两个中国来的大一的学生 这四五十个听众当中 有两个人引起我特别的注意 我想给大家特别讲一下 就是两个来的最早的 这两个学生都是印度来的学生 我问了一下 他们是来这边读计算机科学的硕士 而且他们都是三天之前 才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 现在就来听求职的讲座来了 这两个学生都是通过学生贷款来的 印度有这样的银行 可以给他们做无担保的 国际学生学费贷款 他跟我说的是 最多能贷款九万美元 我想九万美元在这读一个硕士 应该是够了 然后他通过以后的工资来还上 那么这两个同学 整个的求职的这种状态 精神面貌 其实也让我想起 当时我一个人来美国来读书的时候 那么他们动手非常的早 而且求职非常的积极 我当时其实也是动手比较早 我是入学之后的一个月之内 就在学校的教育处找到了一个编程的 编互联网网站的半时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在读硕士的三年两个硕士当中 基本上都是在半时的工作 积累了很多的就业的经验 我的经验是美国的求职 他也需要你的经验和你的技能 那么你动作越早 你这些经验就能积累的越多 然后你求职的结果就会越好 甭管是咱们中国学生 印度学生吧 还是要比较努力的 多来想求职的事情 然后有行动 我们中国学生还可以有后人的支持 和F1Hire这个软件的支持 这样我们最后都能找到实习和就业 今天话就讲到这 希望我们的同学都能很好的在美国取得成功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